在1999、9月19日這一天開門 為什麼選這一天? 因為這一天的酒是最多的 希望女士館能夠長長酒酒 我們開門了三年那個時候 發現了一個大問題 因為事實上這三年 同事們都非常的認真 都很拼 但是怎麼拼都沒辦法收支平衡 後來我就把電話跟外國的經紀人 跟他聊這個事情 他就笑一笑 美術館是一個花錢的機構 他是不懂得賺錢 他只懂得花錢 恭喜你啊 因為你的美術館還是不會賺錢 如果會賺錢的話 那就不日留的美術館 那這種事情沒有搞清楚 我就比較放心的做 認真的做 所以他今年是二十多年 二十歲 可是這個第一個二十年 是圓滿 已經完成了